秒开油管配战,就用西部时间,www.sworld。 近日,中国南篮在广州进行集训,亚运会推迟,全队的目标,是争取在市域赛第三、四川口西,和亚洲杯取得好成绩。 最早的一场比赛,是6月30日,对阵澳大利亚队,中国南篮,五天四战,期间,仅仅休息一天的时间,任务还是很重的,所以,这一个多月的备战,对于杜峰指导,和中国南篮的球员们来说,就非常重要。 值得一提的是,中国南篮目前后卫太多了,16人的大名单中,光后卫,就有多达7名球员,包括新科FMVP得主,赵纪伟,郭爱伦,胡明珊,徐杰,赵瑞等人。 阵容中后卫,却是比较拥挤,竞争,也非常激烈。 当然,这些球员,都是在CBA各自的球队,证明过自己的球员,他们大部分,都是各自球队的核心,或者重要球员,实力还是不俗的,但如何搭配,以及磨合在一起,是一个需要杜峰指导解决的问题。 针对后卫的拥挤问题,中国南篮主帅独峰,在近期接受采访的时候,就谈到了球员客串的话题,他表示,其实,有几个后卫,都是可以打二号位,比如说,高后卫的胡明珊,赵瑞,孙明辉,郭爱伦,都可以客串到,二、三号位。 对,我觉得,这个都不是大的问题,人员的结构上,使用上,还是需要更多的后卫,进行调剂的,这是最后订名单的一个初衷。也就是说,郭爱伦很有可能可串到小前锋的。